也热着闹闹 我们为什么要冷冻食物 为什么能保存 肉该怎么冻才能保鲜又健康 拿回家钱都扔在冻箱里 是非常可惜 菜该怎么冻 味道鲜美不变色 回来就基本能砸人 但干嘛没有听说外面有卖慢冻食品的呢 知名营养专家范志宏 做客健康之路 春节特别节目 为您解密速冻食品 敬请关注 早健康之路 大家好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我是季玉华 现在我们人们的购物习惯已经发生改变了 通常是去超市 然后就买了一大堆的东西 吃不完肯定是要放到冰箱里了 有些食物怕放坏了 所以我们就要放到冷冻室里 这些冷冻的食物怎么样的保存 才能够又不让营养流失 同时在吃的时候口感还得好呢 今天我们就来和您说一说这个事 来认识一下我们演播室 请到了重量级的专家是来自于中国农业大学的范志宏教授 欢迎一范老师 好 今天和我们共同来讨论话题的两位 我们来认识一下欢迎演员白柳熙 大家好 欢迎演员张宏睿 大家好 我是张宏睿 欢迎两位 你看 其实现在咱们通常 比如说买了一些新鲜的鱼 肉 肯定很难一下子吃得完 所以很多时候放到冰箱里 但这冰箱里放的东西多了吧 我们有的时候就记不住这肉放了多长时间了 回头拿出来一看说 这肉放了这么久 到底能不能吃呢 第一个问题 我们就先来关心冷冻肉 大家来看一看 这个肉如果放在冷冻室里 你想想 冻了半年了 这肉还能不能吃呢 有人说这肉半年时间太长变质了 当然不能吃了 对吧 有人觉得虽然这品质下降 人流怪可惜的 我觉得还是能吃的 再有一种 反正觉得这个是冷冻的 冷冻就肯定是保质的 问题不太大 还是可以正常吃的 好 那就问问现场100位观众了 大家对于这个问题会做何认识呢 通过你们手中的选择器 来表达意见开始选择 我真得问一句 你们俩的冰箱里面有没有冻了好久的肉 没有 因为我本身就不太爱吃猪肉 然后那个肉类也很少 那我问错人了 我得问问洪瑞 你家有那个冷冻了很久的肉吗 像我们干这个工作的人 经常一出门就几个月 可能今天买了一块 吃不完放到里面去 就是回来就基本能砸人 都是一坨一坨 差不多 你还能吃那肉吗 我觉得肯定 半年肯定不能了吧 应该是 我觉得也是 而且有的时候它不是有那个塑料袋吗 塑料袋然后把那个肉都冻到一起了 我觉得真的是不能都扯不开 那这样吧 我们来看看现场100位观众 他们对于这个问题会做何认识 先看见啥结果了 大部分人还是选择能吃 那觉得不能吃的就占了27位 好 那咱们来看看大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 那为什么觉得这种还能吃 听听大家的意见 我和叔叔您先发表一下意见 一般就是三个月 因为过了三个月就不吃了 过三个月就不吃了 您觉得那个肉要是冻那么长时间就怎么着了 变白 肉质都变白了 来那谁选的是品质下降 但是还是可以食用的 六号阿姨说说您的意见 我觉得它质量上能下点酱 但是实际上也就能吃 也没什么太多的问题 我觉得问题不太大 对吧 来14号阿姨说说您的意见 这肉质就是不新鲜了 吃着口感没有新的好 吃着也能使用 问题不算大 好来掌声谢谢大家 咱们来看看 范教授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科学的答案是什么呢 看 品质下降 但是还是可以食用的 来掌声鼓励一下这48位观众大家都答对了 我们为什么要冷冻食物 为什么能保存 就是保鲜嘛 不是保鲜 低温下就会保鲜 不是吗 低温的作用是抑制微生物的繁殖 所以说就算你动三年 你也不会看到腐败现象 因为腐败是微生物造成的 所以你吃呢 因为没有致病菌也没有毒素 你当然不会拉肚子 那营养呢 动完之后会不会流失啊 虽然没有细菌了 但营养别到时候也跑了呀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方面了 刚才大家已经知道 动的肉肯定口感是不如新鲜肉 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营养也不如 就要看我们肉里讲哪一类的营养 比如说肉里面的铁 你不能动一动铁就没了呀 但是维生素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 它是在冻结过程中 还是可以继续损失的 具体它要损失多大呢 要看你冷冻的速度有多快 还有就是你冷冻以后 保存的那个温度有多低 比如说北欧他们那边比较富裕嘛 他们就不差电 于是他们的肉呢 要长期保存一年什么的 放在零下36度以下 那么测定发现呢 它的维生素啊 风味物质啊 变化都很小 因为真的太冷 你要放到-70度下更好 关键就是我们家里的冰箱 差不多只能达到零下18度 有的冰箱放多一点 连18度-18度都达不到 而且我们冻的速度不是很快 人家速冻有专门一套生产线 就是非常快的时间 就已经到了生冻的状态了 我们的冰箱因为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呢它是从零度到-1到-2 慢慢下去的 这个慢慢下去的过程 就是容易发生大冰箱的现象 就是它冻的那个冰箱会很大 这样的话呢 一个是营养素损失的会多 另外一个这个肉质受损很大 一化冻以后 因为这个细胞都被那冰箱给扎破了 出好多的水 所以化冻以后那个肉 是鲜味也不行 营养也不行 然后它口感也不行 既然如此又化电费 又吃不好吃的肉 您说何苦呢 那比如咱们就是家里突然停电了 然后正好就是肉还在放在里面 然后得取出来吧 然后那我能不能就是再放进去呢 就它不是已经化了吗 化了以后还能再继续往里面放吗 好 小夕这个问题其实非常的好 如果是停了电 千万不要开冰箱门 因为冰箱它有一定的保温作用 它还能够温几个小时 温度就是下降的很慢 就不要拿出来 你千万别拿出来 就是海鲜 海鲜这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那种深海的 就是康 因为咱们这不靠海 不靠海你捞上来之后 它有可能就会冰冻打包过来 平时买到这个就等于说是 已经是冰箱好了 已经冻过一次了 路上肯定没有吧 路上一般就是化 然后拿到回家里冰箱里再冻 然后你吃 吃完再化 化完之后你可能剩 放进去再冻 就这样这个 总是冻了化 你跟小夕那个停了电 化冻了这个是一样的 但是这比她那奔的贵点 对 她那个是海鲜 我们家都是海参鲍鱼 实际上我们最理想的状态 应该是一直是冻结状态 它食品的运输的过程 要求是冷链 冷链 就是说在你出发的地方是冷的 路上是冷藏车 然后呢 就在火车也是一个冰柜的那样的车 然后下来以后呢 又直接放到超市的这个冰柜里 所以说这样的话 它的品质下降比较少 那么即便如此也有损失 就是冷藏的 冻藏的这个食品 它温度有个波动 波动越小 它保质的时间越长 我们说是保质 就是包括它的营养 包括它的口味都在里边 如果你要是 如果是反复的冻了化 化了冻或者温度 一会都快到零度了 一会又到零二十八路 要是这样老折腾的话 它保质的时间就缩短 但是当然因为是冻着 它没长那些 没繁殖大量的致命菌 所以你也不会吃出什么事情 但是你那个美食的口感 那是绝对不如你在海边吃的好 所以你就说买回来那种新鲜的鱼 或者是虾 你说是现在给它都收拾好了 然后再动起来 还是说最好就原封不动的 活蹦乱跳的就直接给它动起来 当然不能活蹦乱跳的动起来 如果说我们是买的那种淡水鱼的话 你要收拾的 因为我们这个鱼跟肉不一样 肉它的特点是它里边是无菌的 就是一块正常的 当然这个动物生病是另一回事 正常情况下 那个细菌是从外往里走 但是鱼不一样 鱼虾这些它在水里 等于水从它的身体里过去 所以它的身体里就已经有菌了 尤其是你这个没有收拾的鱼 它的肚子是不是肚长什么的 腮什么的都在 内脏啊什么的 这些地方是带菌量最大的地方 特别的容易腐败 所以如果你这样不收拾的话 一个是安全性你没办法保证 然后下次再化动的时候 最后污染的到处都是 而且包括它的胆子什么都会破什么的 不是吗 所以你要动鱼之前 最好是收拾完 好 谢谢范教授 无论是肉啊 还是其他的食物呢 咱最好还是买新鲜的吃 实在不行放在那儿 但你也别忘了 尽早的赶紧把它给吃完了 也不浪费 但你要说啊 把那个冻的东西从冰箱里拿出来 肯定能有一个化的过程吧 对吧 接下来这问题就考验一下 大家对化动的问题是否了解 来 看一下 您觉得这冻肉啊 应该怎么样的解冻 当然您肯定说解冻的方法多多呀 但我们问的是哪种解冻的方法最好 第一个呢 是放到冷藏室里解冻 从那冰柜啊 从那冷冻室里放到冷藏格里 第二个呢 就是把肉拿出来 放到咱们室温 常温下 慢慢让它化 第三种呢 更快捷 是拿出来之后放到微波炉里 打到一个解冻档 在那个环节下解冻 好了 三种方法 现场100位观众通过你们手中的选择器来表达意见 开始选择 平时解冻肉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方法小夕 我一般都用微波炉 因为我觉得它特别快 就不用等嘛 你把它放进去一会就几分钟就好了 你像那个常温下呀和那个放在那都要需要等 所以我觉得选C 你拿红锐 你觉得那种方法 微波炉快 但不怕万一程序有问题你不怕都熟了吗 哎对这个会出出现这种问题 会熟吗 会有的时候我把火调大了会 你看看就可以 不是有专门解冻的那一样吗 是啊但是有的时候你时间久啊或什么 它会有的时候会有点那个熟 那正好嘛直接从冻的到化的再到熟的 咱就免得加工了 你吃蒜又不是吃烧烤 你肯定味道不对 我觉得就割肠温下吧 咱早点 比如说你晚上想吃蒜肉 咱中午割阳台 对你就提前做好准备吧 那这样我们看看现场100位观众 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又会作合认识呢 看一下调查结果 哇 你看这大家都是慢性的 不着急的 感染我这口急就不行 64位选的都是在常温下解冻 11位选的是在冷藏室 另外20 将近四分之一的观众嘛 和你是一样的啊 放在微波炉里 觉得这是快捷的方便的办法 那先听听大家的意见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呢 57号阿姨说是您的意见 这个冷肉要吃的时候吧 应该今天做好准备 特别是明天吃的吧 我今天把它拿出来放在冷水里解冻 56号阿姨说是您的意见 嗯 我呢一般情况下吃树冻的东西我都放在那个冷水里拔 哦 那这里没有您的答案啊 咱还在给您备盆冷水 不是 要不就是就常温下滑冻 嗯 冷水里拔比较快些 常温下比较慢些 58号阿姨说是您的意见 我认为那个就是反正也急着用吧 就拿那个微波炉划 划鸡划了 我觉得那肉不破坏一些营养 划的快不 反正那看着呀 有那解冻的那档 有解冻的那档 那人都说直接就变熟了那怎么办呀 那解冻的那个反正看着呗 就是别让它变轴了 再看着点 好 谢谢阿姨们的意见啊 好 掌声鼓励一下他们 其实呢 要不着急的话 这三个方法 要说画动都能画 但哪一种我们说得保存这个肉的营养不流失呢 哎 那这个要看看我们专家的推荐了 这个推荐广告之后再来告诉您 好 欢迎大家回到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在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呢 也欢迎您关注健康之路的微博 上面有我们节目的文字资料 让您进一步的了解我们播出的内容啊 那关于冻肉解冻的这个问题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法又方便 又能够保存肉质的营养呢 三个备审 那么 范教授推荐的正确答案是看一下 哈哈 放到冷藏室里解冻 太遗憾了 现场只有11位观众的做法是正确的 那您知道就是在常温 在冷水和在微博炉下解冻肉质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们让何佳博士用事业来告诉您 有请何佳 好的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比较一下这个几种解冻 不同的解冻方式啊 有没有什么样的区别 首先我们来说 常温下的解冻 有的人呢直接把这个冻肉拿出来 就割到这个常温下 然后让它在自然状态下解冻 这个方法呢 其实不好 为什么不好啊 因为它在常温下的时候呢 这个温度啊 它其实如果表面已经解冻 它就比较适合这个细菌滋生了 那么第二种大家看一看 用这个凉水啊 用这个自然水来泡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它这个解冻的这个速度呢 比较均匀的啊 如果说你注意到这个水 不要是经过污染的 其实它不会有太多的细菌 可是它有一个问题 我们泡在水里之后呢 它的这个肉里面的营养啊 还有这个风味啊 容易散失掉就跑到这个水里面来了 大家可能都有这种感觉 这个肉如果在水里泡的时间长了 它就不香了 所以这个办法呢 我们也不推荐 至于这个微波炉解冻 咱们先卖个关子 我们来看一看解冻之后的一个效果 我这里正好有一台微波炉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把它放进去 我调到的是这个中低火的解冻档啊 用它的这个自己的解冻档 我给它设一个五分钟 好 那么现在这个设定的时间已经到了 我把它打开来看一看 我已经闻到这个肉香味了 好 那我们看一看这边的这个表面 这个看起来呢 哇 这边好 它已经解冻了 已经达到解冻的这个目的了 可是我把它翻过来 刚才把我手给烫坏了 你看 这边的肉呢 已经熟了 你看比较一下 受热很不均匀 对吧 如果把它切开来看 大家想一想啊 会有什么效果 切开 切开的话 你会发现中心的这个部位 还是冰凉的 还有一些冰茶子啊 你看这边解冻了 这边呢 已经熟了 中间这个呢 它还有一些冰块在这 所以呢 这个解冻的方法 其实不太合适 那么应该怎么样做 才是最好的 我们专家最推荐的解冻的方法呢 我们请范老师告诉大家 好的 谢谢何佳博士 将近90%的观众 在这个观点上 在这个认知上是错误的 看到这个结果 我更觉得这道题出的 还是很有意义的 尽管很多朋友说了 我不着急 我提前一天就拿出来 但是还是放在常温下 而没有放在冷藏室里 放常温下怎么不行呢 放在常温下呢 有两种方法 或者我们放在水里 或者是直接放在空气里 因为空气的传热是很慢的 所以呢 刚才有一位 56号阿姨 说到 放在冷水里会快一点 但是你别忘了 放在冷水里 因为我们在冻结的时候 这个细胞 有一些细胞已经破了 破了以后呢 它在解冻的时候 它的肉汁就会从细胞里跑出来 那么如果说你直接放到水里的话 这里边的鲜味物质 包括它一些营养成分 就会跑出来 比如说氨基酸啊 比如说维生素啊 一些钾啊 这些物质就会跑出来 营养流失了 鲜味物质也会跑出来 所以呢 你画完了以后 你会发现外面那层肉都有点洗的 都没味儿了 所以是非常可惜的 如果用热水解冻可以吗 就是把那种滚烫的开水浇在肉上面 或者是比如说就放到一个盆里面 然后把那个肉泡进去 热水的解冻是我们非常不赞成的 这种方法造成的结果就是 外面已经增殖了很多细菌 而里面化不了洞 对 有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一切嘛 它里面还会有冰 然后一放到油里 它就嗯 就开始炸 对 所以这样非常不合适 如果放在微波路一解冻呢 相比而言 比这个常温下化洞要好 它的优点就是快 那他们家那肉都熟了 比如说你的微波化洞操作合理的话 也能达到相当好的效果 关键是我们大部分的朋友操作不合理 他不知道这个肉要化多长时间合适 我们很多的朋友呢 肉那么大一块 他也不知道多长时间 哎呦 这么大 估计8分钟晚 得 还一个 就这样 很多人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这样呢 就结果 因为这一大块肉是不可能很均匀的受热的 结果就是某一部分 已经熟了 某一部分还在那冻着 根本就不均匀 我们微波路化洞要化到什么程度呢 化到那个还微微有一点冻 没有完全软的情况 还有点冰激 但是我刀能切得冻了 就停 这样出来你切起来还方便呢 是不是 对对对 切软的肉好 还是切硬的肉好 硬的肉当然好切呀 而且这样呢 不会损失什么 因为水分还没有出来 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大部分的人 达不到这样的效果 通常外面是熟了 然后里的还是大冰坨子 就是那样的 那么最保险永远不会出错误 什么都不会损失的方法 就是放在冷藏室解冻 我要说到它的几点好处 第一个就是冷藏室的化洞 是非常均匀的化洞 所以它不会造成最后受热不匀的这个问题 也就不会影响到口感 那么第二个是它什么水分都不会跑掉 对不对 它没有这个跑水的问题 鲜味和营养不会流失 第三个好处就是 帮我们省电呢 因为你这块负18度的东西 放在你的冷藏室里 你觉得冷藏室的这个 它的这个冷风还需要工作吗 它就帮你省电 把下面这块的点挪到上头用 里外里的都那么合算呢 不是您真太会过日子了 我觉得您比海千还不合 当代中国好媳妇的标准 还有呢 第四个好处就是 我这个肉化的时候 不会像我放在凉水热水里 我还会接触很多的菌 我等于化的过程中 一直都是在冰箱里化洞的 所以这冰箱里呢 不会有大量细菌增殖的问题 安全性绝对是一流的 我的天哪 原来这个冻肉解冻 可以这么有讲究啊 我们掌声感谢 范教授给我们提供 这么好的生活建议 那接下来有一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想到过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馅啊 包子啊 饺子的时候呢 可能那一次馅用不完 也要被放到那个冷冻室里 但是大家有想过吗 这个馅放到冷冻室里啊 形状决定着这个肉质的好坏 你相信吗 来咱们看看下面这个问题 肉馅应该以什么样的形状 放到冷冻室里冷冻储存呢 看一下 三个形状啊 就放到袋子当中 给它弄成一个团团 成一个球形啊 第二个呢 是放到袋子当中 给它压扁了 扁平状的 越扁越好 第三个呢 是放到保鲜盒里边 那盒不是一个正方体 立方体吗 那我们就让它成一个块状 大家看啊 前提是呢 我们这些肉馅啊 是一样多的 这个呢 就是团成这个球状 然后这个呢 是第二个答案 压成了扁平状 再来看 第三个呢 放到这个盒子当中 当然是盒子的形状了 就是这种立方体啊 好 现场100位观众 通过你们手中的选择器 来表达意见 开始选择 我想问一下 这道题没出来之前 你们俩考虑过说 难道馅儿还要 做成形状 完全没有考虑过 没有概念 我觉得这馅儿 成什么形状 关键得看 我们家冰箱里东西是什么 你要是有一小空呢 就可能是三角的 你要是割鱼边呢 就是鱼形 是不是 这肯定是这样 还真是 有一地儿都塞呗 反正馅儿都是软的 是吧 我们看看现场100位观众 大家对于这个问题 会做何认识呢 看一下调查结果 你看得出来 差不多 差不多就说明 大家对这个题都比较含糊 没有说一个特别明确的偏向性 是吧 好 那就问问大家 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吧 听听18号叔叔的意见 我认为 我认为 扁准面线 把空气挤出去 它到时候画的时候 方便 吃 画怎么就方便呢 它画它薄啊 它吃方便的时候 快点 你是为了画动 对 为后续做准备的 对 那29号的阿姨 说说您的意见来 我觉得放的保鲜盒 成块 状形 出来以后 方便也画得也快 好嘞 谢谢我们厂商的观众 给出的生活建议 那咱们来看看 范教授推荐给我们的方式是 放入袋中 压成扁瓶状 掌声恭喜37位观众 大家对于这个常识的认知是正确的 为什么是扁瓶状的最好 咱们要把它装到袋里以后 先把空气赶出去 为什么呢 因为低温下 仍然会缓慢氧化 氧化会变味的 就是哈喽味哪来都氧化的 所以拍出空气 绝对是正确的 就没那哈喽味了 然后把它给揪起来 揪起来以后就是一球 毫无疑问 但是您不能把它拍扁一下吗 您拍扁把它平着 放在这个冷冻室里边 这样它最后冻出来 就是个片 所以这位叔叔说的很清楚 说这个片呢 好画冻 其实还不仅是画冻的事 先是冻结 咱们前面说了 冻结 为什么咱要速冻 咱干嘛 没有听说外面有卖慢冻食品的呢 就是因为速冻 既有利于保持口感 又有利于保持营养 咱们如果扁了 它传热不就快了吗 一薄片容易凉啊 还是一个球容易凉啊 那当然薄片容易凉啊 它传热的表面积大 所以冻的就真叫速冻 画的时候呢 很快接触那个空气当中的热 它也很快又画了 又不至于说弄得到了 外面都已经烂得不行了 细菌都抽标了 里面还是一个冰球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叫什么呢 就应了当古代那句话 欲则利不欲则废 做事之前 想着你最后吃的时候 你就能找到好的方法 好 我们掌声感谢范教授 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生活建议 咱刚才说的都是什么动鱼 动肉 动虾之类的事 但还有一样别忘了 有的时候啊 咱们会动一些这个 叫印记的蔬菜 比如说夏天咱们会吃那种小豌豆 特别的嫩 那吃不完呢 你可能要想 冬天我还好这口 用什么方式来冷冻呢 来 接下来这个问题我们就看看 下面这个答 新鲜的豌豆怎么样的储存是更好呢 我们是把这个豆子剥开完之后 放到保鲜袋里包住 然后再放到冷冻室呢 还是得先拿水焯一下 焯完之后再冻进去 或者干脆咱们就直接把它做熟了 再把它放到冷冻室 好 三种方式啊 现场100位观众通过你们手中的选择器 来表达意见 开始选择 小薰你平时喜欢吃那个新鲜的豌豆吗 我挺喜欢吃的 我觉得像那个BC啊 都有点不太可能 我觉得 哪有人就是把新鲜的蔬菜 还得就是过一下水或者做熟 那我们买菜的时候呢 那些蔬菜不都是生的吗 然后都放到那个冰箱里放的挺好 所以我选A 我觉得A是对的 就是剥完了之后 直接就把它动起来就好了 对不对 不用再超一下吧 我觉得 洪瑞呢 我觉得也是 是我觉得A好比较靠谱 一个是我觉得它那个蔬菜跟水接触 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滋生一些东西 现在刚才像那个 范教授说的这个事 细菌 对 另外我一般 我个人啊 我个人就是非常简单 包完豌豆 之后也是往盗里装 还是那动作一出来 就把那空气给拧出去 一脑往往里边 一扔 从什么形 就是做什么形 所以我觉得也应该是A 然后特别帅气的关上冰箱 啪 对 那这样吧 看看现场100位观众对这个事是怎么看的 来先看调查结果 那问问大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呢 听您上面60号观众的意见 反正我觉得就是经常就直接给冻上就行了 您在家这么做吗 对 然后之后呢 如果想吃的话 提前然后都直接搁在那个上面那个 那个直接给解冻了 直接吃就可以了 您就是冻完这个豆子 你觉得它的口感呀 还有它的颜色什么的会发生变化吗 不会的 不会的 60号观众说是您的意见 对我家储存这些东西都是说 筋骨水焯一下的 包括豆角什么都是这样的 焯完之后再放到冷冻室去弄 这样的话以后就是滋味不变 而且不侵蚀就是细菌什么的 拿出来之后一换动又水一吸 我问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就是焯完之后那个水怎么办呀 就是那豆子上肯定有很多的水 控一控之后装袋 控干了再装袋 对 再动 对 这样的 好 谢谢我们现场观众提供的建议 到底用什么方法呢 是先焯 还是先把它包住 还是要彻底把它炒熟了呢 这个确实是有一个标准答案的 那这样广告之后 我们再来为您解释正确答案 好的 欢迎大家回到中央电视台的健康之路节目 那在我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也欢迎您关注健康之路的微博 和我们进行互动 在微博上会有很详细的文字资料 让您能够很好的了解我们节目播出过的内容 那关于这个新鲜的豌豆 过了这个季节 你想冬天再接着吃 那肯定是要冷冻的嘛 对吧 但是又要保证它的这个颜色 口感 营养都不流失 那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咱们来看看范教授推荐的正确答案是 先要用热水焯一下 然后再把它冻起来 你看我们现场大部分观众选择的 都是先用保鲜袋包好了之后 直接冻起来 这招为什么不行 抄一下之后再冻 或者再做罐子 或者再做其他的任何食品 包括再做果汁菜汁等等 这是果蔬加工学的基本原则 那我说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抄过或者煮过再冻 是因为呢 新鲜的这个豆子 包括其他的一些果蔬类的食品 它里面是有霉的 所以无论哪个国家 美国的豌豆也好 中国的豌豆也好 或者你是毛豆也好 豆椒也好 都是要先沸水超过的 把它组织里的空气去掉 把它里面那些像一些氧化煤之类的 这个煤类也把它杀掉 这样你再放到冻箱里边去 它就能够安心的像我们的四顿饺子一样 存上几个月没问题了 而且一定要注意 你沸水烫的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有一位朋友说 我们煮熟了以后再冻 煮熟能不能冻 能冻完全没问题 煮熟了冻存几个月也没问题 但是你要是煮到熟的程度 首先就是它的质地就软烂了 然后它的颜色也不像原来那么漂亮了 所以你下回再吃是可以吃的 只不过你要想 以一个新鲜豌豆的那种形式 拿来配菜 可能你就会觉得 这个品质不像我想象的那样 你现在干脆就是一熟豌豆算了 这是可以的 但是刚才说的是存新鲜豌豆 那么就烫一下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那你把它从锅里赶紧捞出来 从锅里拿出来 不要滚烫了 就直接搁到那冻箱里了 那效果一定是不好的 因为它的温度降得太慢 最后就变成慢动了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热水 就是像你刚才说的 把热水都给控一控 是吧 瀝干了 然后装到袋里或者小盒里 然后放在冷藏室里 先预冷 这叫预冷 把温度降到零零度尽可能的近 这样它结冰才尽可能的快 结冰越快 它才能越叫速冻 我今天还真学了一招 你要是爱吃啊 你就得知道这个食材 怎么能保持新鲜 这非常关键 对 就比如有的菜很大 就是叶子菜很大颗的 这也要这么先 先焯一下 再瀝干 再进盒 再进糖 再进冻 你是这样吗 我们在家里 叶菜呢 咱们很少冷冻 叶菜一般咱们就放在冷藏室里 但是呢 它很难扛过一个星期 一般我们建议 绿叶菜三天以内就吃完 因为你放的时间越长 它的这维生素含量越往下降 然后那个亚酵酸盐的浓度 越往上升 这对我们的健康不是非常有利 所以绿叶蔬菜我们建议呢 你最好是三天吃完 实在不行 你也别超过一星期 就那馒头那些包子放到那个冷冻室里面 它营养会流失吗 这个问题倒是很好 我们要说一个食品 能不能在常温长期保存 就跟它的水分含量关系非常大 比如说像饼干这种 那水真的是少得微乎其微了 细菌霉菌它也有水才能活呀 没有水就没有生命 所以只要你的搞得够干 什么干的米 干的面 干的面条 这都没问题 你随便放啊 一直到它放的变 那种鼻子嗅到的味道 那是脂肪氧化 一般都好长时间才会出现 馒头 面包 饼 像这种呢 属于干透吧 又没干透 说湿吧 又不湿 这一类的东西 霉菌是最喜欢它的 所以你就会看到上一个霉点 一个霉点 一堆都是霉点 长绿毛 对 那我们如果说放在冰箱里 会不会让它去掉这些危险呢 比如说我们放在冷藏室里 一般大家是不是都放冷藏室里 馒头什么的 对啊 放在上阁嘛 对啊 有用吗 能待个几天吧 一个星期差不多吧 但是只要你放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点 它照样还是会长霉 对不对 一个是长霉 另外一个你会发现它越来越干 你在冷藏室里 不能让你的这些馒头之类的 储存五天以上 所以我们就说现在吃的这东西太杂了 食品太丰富了 所以有些到底哪些该放冷藏 哪些该放冷冻 咱有的时候真搞不清楚 所以呢 今天咱们就把这一类一类分清楚了 让大家知道该怎么样的去摆放 来我们让何博士告诉大家 有请何博士 好的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 怎么样用这个冷冻室来储藏食物的事 首先呢 我们看一看 比如说像这样的蔬菜 像这个玉米粒啊 或者一些毛豆啊 我们要让它保存起来 那么比如说有的时候 等它上季的时候可能买得太多 或者是我想到这个冬天的时候再吃 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先把它焯一焯 怎么焯呢 现在我把这个玉米粒倒进去 因为我们这里是为了掩饰的方便 那么其实我们在家里 为了让它这个受热均匀 咱们不要一次放太多 稍微少一点 分次的来放 焯一焯 好 捞起来 如果这样做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把它放到这样的保鲜盒里 放到保鲜盒 让它在正常的室温下 这个温度降一些 好 差不多降到室温了 就把它盖上盖 放到冰箱里 冷冻就可以了 那大家注意 现在我选择的这个盒子啊 其实也是很有讲究的 我尽量选择这样一个平平的 点平的盒子 让这个玉米粒能够均匀的铺散开 好 有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选择那种太高的 那样的像个小罐子一样的这种保鲜盒 那么就不太合适 你想想 如果你这样放的话 那么它太高 它们这个玉米粒中间挤得很紧 这样它受热不均匀 所以可能有的先冻上 有的后冻上 将来吃起来 在解冻的时候 这个口感也不会太好 那大家看 如果像酱牛肉 还有这样煮熟的这种香肠的 这一类的熟食啊 一般来说是不宜冰冻的 我们把它冷藏就好了 怎么样冷藏呢 大家看 我这里已经分装好了 把它装成这个小蛋 放到这个冰箱里 记住时间也不要太长啊 一般来说一两天之内 把它吃完就好了 那么要注意的是 这个好处啊 它可以防止这个食物之间 互相串味 同时呢 也可以避免 比如说 我一次拿一大块牛肉出来 然后切 切完了之后 再把它放回去 那么这个过程呢 它可能会被污染啊 沾上一些细菌 让它在里面繁殖 对健康就不利了 另外 大家看到 我这里放了一个 不锈钢的这个饭盒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我们告诉大家 即使是不锈钢 它是一个比较不容易被腐蚀的这样一个器皿 可是呢 如果你长时间盛一些 比如这个含盐啊 碱或者酸性的这样一些食物 它可能还是会缓慢的释放一些金属的这个成分 到这个食物里面来 这样如果长期吃这样的食物的话 那么对身体健康是不好的 所以呢 我们告诉大家 如果不锈钢要成 那么一定要记住时间很短 那么千万不要把冷冻的食物放在不锈钢的器皿里 放到冷冻室 好 这个就是冷冻的办法了 好了 小季 好的 谢谢何佳博士 生活非常多的便利 但是呢 我们要想到 一方面要享用这种食物长久保存的便利性 但另外一方面呢 咱们当然不能丢失了它的营养和口感 所以呢 就要按照我们今天教给大家的这些好方法来保存冷冻您的食物了 好 最后要感谢范教授 感谢我们现场100位观众和两位嘉宾 到健康之路 过健康生活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辛苦了 谢谢大家 三盘酱牛肉 哪种颜色最健康 肯定是全家过东西的 红里透粉的内容 三种方法 哪种能鉴别泡椒凤爪的真纹 看不见吗 默默一分钟 要是变了颜色 肯定里面有东西 熏肠 蜡肠 红肠 如何选择胃美又健康 刚出产出来的 很新鲜的 知名营养专家范志宏 做客健康之路 春节特别节目 敬请关注